妇女们合力将制作好的酒局跟糯米平均搅拌之后 把糯米装进玻璃瓶封存起来等待发酵 大家也在制作过程中一唱歌谣把祝福带到酿酒中 这里是花莲哲罗哈的首届酿酒传承活动 其实做那个招的时候啊 就像马图阿翔的 他必须心情要好 所以酒做起来会比较好喝 所以就是一边做一定要一边唱歌这样子 由于酿酒过程南瓜渐济 隔摇季节及饮食等等文化智慧 也是部落的重要无形资产 有感于部落酒局之事逐渐是为 子拉族人阿布依也贡献所学借此分享 活动中也邀请临近学区学童参与 强化一般教育之外的文化涵养 我觉得自己做的酒才是有灵魂的酒 这样子驴才会跟我们是有相通的 所以我去了很多地方学酿酒 我去了台东 我去了港口 我去了官府 我去了奇美 我看到了酿酒的美 我们平常都有在规划让孩子做一些社区的体验活动 透过这样认识自己的文化之后 他们在做一些跟外面的人做交流的时候 他们会更有自信 而且会有很多可以跟人家交流的东西 副年会长荣阿表示 直播推动酿酒传神的工作 相对其他部落来得晚 今年也是首度举办 未来也将会持续连结不同文化记忆进行教学 传授给下一代 原始新闻找到Biz话令域里采访报导